现在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经常抱怨自己记忆力不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怎么样改善我们的记忆力 欢迎来到《紧端医化》我是杨医生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九个诀窍 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 你就会发现你的大脑的潜力是无限的 大家耐心地观看我们的节目 其实也是锻炼自己的注意力 提高记忆力的好办法 人的大脑有一种神奇的能力 它能够通过建立老细胞之间新的联系来改变我们自己 适应环境生活和工作的变化 这种能力叫做神经可塑性 大脑还有一种更神奇的能力 就是人到死亡之前 大脑的神经细胞实际上都是可能再生的 这就叫神经再生性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通过培养我们大脑的神经可塑性 和神经元的再生能力 来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 首先我说第九个诀窍 就是要做好大脑的运动 人们经常把大脑和计算机相提并论 认为你只要把信息放进去 它永远都会在那里 其实大脑更像人的肌肉 用的越多越强大 我们成年人的大脑已经有了千百万种神经通路 它快速地处理各种各样的信息 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几乎不太费力气 你就把很多平时习惯做的事情都做了 但是你如果不给它新的挑战 那么这个大脑的成长就会停止 有人说我这个脑子整天都在想各种各样的事情 睡觉了也停不下来 难道是好事吗 恰恰相反 这不是好事 这说明你的大脑没有能力抑制一些不重要的信息 不能专注重要的事情 那就会影响你的学习和记忆 那么我们怎么样进行大脑的运动呢 就要不断学习新的东西 不管你过去多么聪明 掌握多么复杂的技能都不算数 你必须学习你从来没有结束过的 对你来说也是比较困难的新知识和新的技能 学习和记忆的东西必须要有挑战性 你如果不给它百分之百的注意力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学会 我们有的朋友喜欢唱卡牢而开 如果你反复唱你会唱的 没有用 你必须要学习新的歌词 然后不断刺激大脑对它的记忆 另外我们要找的大脑运动 就要从容易开始 不断地给你带来一些成就感 这种奖励对我们学习很重要 所以你选择的事情 不仅要有挑战性 还要给你带来一定的快乐和自我满足 比如我一直想学乔牌 下围棋 有的人想学法语 跳探格 打高尔夫球等等 这都是不错的选择 第八个诀窍就是增加我们身体的运动 其实我们大脑虽然只占有身体的2%的体重 但是它却消耗了我们身体20%以上的能量和营养 大脑就需要充分的血液循环 给它提供这些能量和营养 运动还有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减少我们身体的应激激素 那么这些压力激素对大脑很有伤害 那么更重要的是 运动能够刺激我们脑细胞之间 建立新的通路和神经细胞的再生 那么怎么样的运动最补脑呢 第一要是有有氧运动 要让你的血液循环加快 心跳加快 身体出汗 什么对你心脏有好处 就会对你大脑有好处 那么如果你早上起床以后呢 做一些运动呼吸新鲜空气 既可以清醒大脑 也可以获得足够的氧气 为你白天的学习呢 打下一个基础 另外最好做那些需要手眼协调的 比较复杂的运动啊 像打羽毛球 乒乓球 网球等等 另外呢就是过一段时间 你就要简单的休息一下 三个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让大脑来重新启动一下 第七个诀窍呢就是睡好觉 上次我们的视频专门讲了 人睡好觉啊 淋巴细胞啊 对细菌和病毒的识别功能和记忆能力 都会增强 同样呢 睡好觉也增强我们大脑的记忆功能 我们承认95%以上 需要七个半到九个小时才算睡足 即便是少睡几个小时的话 都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力思考力 研究发现啊 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啊 大脑对我们的记忆呢 进行整合 这是增加记忆的最关键的步骤 怎样保证良好的睡眠呢 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 专门讲过睡眠卫生的六个基本要素 请大家看一下 第六个诀窍呢 就是多和朋友在一起 大家一听说 要增加我们的劳力 就想想一定是很多的智力游戏啊等等 其实呢很多研究发现呢 我们跟朋友在一起 度过一些轻松愉快的时光 对我们的记忆非常有帮助 我们人呢是个社会性的动物 良好的人际关系 人和人之间的互动 是对大脑的最好运动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研究表明啊 社交生活最活跃的人 记忆力衰退的最慢 有很多方法来丰富我们的社交生活 你可以选择去做义工啊 参加俱乐部经常拜访朋友 和朋友在电话上视频上交谈等等 第五个诀窍就是管理好精神压力 我们人的生活和学习啊 是需要一定的压力来推动我们 但是呢长期过度的压力呢 对大脑是有害的 它会直接损害老细胞 破坏我们大脑中的海马啊 海马是大脑的一个结构 它和我们记忆的形成 和记忆的提取呢非常有关 很多研究证明啊 精神压力呢造成记忆减退 甚至会影响海马的结构 那么怎样管好我们的精神压力呢 我有几个小建议啊 首先呢要建立别人对你的合理的期待 学会说不 在一天当中呢多做几次休息 另外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 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 平衡好工作和休息的关系 每次呢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 不要同时想做很多事情 研究还证明啊 这个冥想打坐啊 能够增强我们的注意力 创造力 记忆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大脑的影像研究发现呢 经常做冥想打坐的人啊 他的大脑前额叶活动非常活跃 这个前额叶呢 跟我们的记忆和情绪都有关系 冥想打坐呢 还会增加我们大脑P层的厚度 增加老细胞之间的联系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神经可塑性啊 让大脑变得非常的灵散和强大 当然冥想打坐呢 还改善我们的免疫功能啊 我们前面视频讲到 大家可以去看 第四个诀窍啊 就要保持幽默感 俗话说呢 笑一笑十年少 笑是最好的药 这个说法对我们大脑来说特别准确 我们很多情绪啊 只跟我们大脑的某个部位相关 但是这种喜悦和欢笑呢 牵扯到大脑的各个结构 特别是和我们记忆有关的 像大脑的前额叶 海马 信仁和小脑 经常笑的人 他的思维会更加的开阔和自由 听听笑话 编个段子 都会增加我们大脑学习和记忆力 还有创造力 要想在生活中多一些欢笑呢 可以从几个小事情做起 第一呢 要能够嘲笑自己啊 我们人呢 都有自己尴尬和犯错误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要把自己才当回事 拿自己开算啊 才是幽默感 有人问XS王子啊 为什么英国人很有幽默感 他说呢 我们有嘲笑我们自己的能力 另外呢 每次听笑话的时候 都不要放过这个开怀大笑的机会 也不要忘记和别人分享 这样给自己和别人创造更多开怀大笑的机会 还有呢 就是要跟有幽默感 好玩的人在一起 有些人呢 特别容易让人开心 他们不仅能拿自己开玩笑 还能发现生活中可笑的人和事 我大学就有个同学啊 住在纽约就是这样 同学在一起呢 他有说不完的笑话 都是我们同学自己的事 那么同学聚会呢 有他在 就会非常的热闹和开心 第三个诀窍啊 就是多吃 抑制健脑的食品 俗话说呢 你吃什么 你就是什么 没错 我们吃什么呢 我们的大脑就是什么 其实呢 我们不吃什么 对我们的大脑影响也很大 听起来有点像绕口铃啊 我们呢 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视频 叫做 七个抑制健脑的食物 请大家呢 去参阅 这里呢 我就不重复了 第二个诀窍 认真对待自己健康的问题 能够影响我们记忆的 不光是早老性痴呆 抑郁症 心脏病 糖尿病 内分泌稳乱 还有药物呢 都会干扰我们的记忆 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 我们中年人在50岁以后 会出现性激素的明显减少 就是我们说的更年期 特别是女性啊 更年期以后 刺激素水平下降很快 记忆力呢 也衰退的厉害 产生早老性痴呆的可能性 比男性多两倍 主要就是因为 刺激素在我们的大脑 很多部位都有受体 它有抗氧化和保护神经的作用 在更年期前后 进行适当的刺激素补充呢 对预防大脑的衰退呢 是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你更年期以后很久的话 那么再补充呢 它就作用很小 甚至有反作用 因为呢 激素呢 它只对健康的脑细胞有作用 另外呢 甲状腺功能不平衡 也会造成记忆力衰退 思维缓慢和紊乱 还有的中老年人患医症 注意力不能集中 记忆力也受影响 很容易被误诊为痴呆 但是呢 经过治疗 忧郁症状改善以后呢 记忆也就恢复了 第一个诀窍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掌握学习和记忆的技巧 比如说你在学习的时候 注意力必须非常的集中 不能够一行二用 而且呢 你集中的时间呢 要能够有一定的持续性 排出各种干扰 让自己的学习呢 不被打断 这就是我们鼓励大家 把视频看完的原因 注意力保持集中 第二呢 就是要动用各个感官功能 努力把一个信息呢 和颜色 手感 气味 味道 联系起来 反复的书写 大声的朗诵 都会强化大脑的学习和记忆功能 我小的时候呢 我记得我父亲每天早上读书 都是那种很有韵律的那种唱读啊 据说这个小的时候 私书啊都是这样教的 第三呢 就是把我们复杂的内容理解 消化 然后呢 再去给别人讲解 如果一个人说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说不出来 很可能他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们如果能够向别人讲解 我们学到东西 会大大增加我们的记忆力 我一直认为啊 最好的学习 就是给别人传授知识 保护大脑 增强记忆 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诀窍呢 其实呢 也绝不止这九个 我们以后呢 会继续介绍 希望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分享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留言和点赞 端倪世界 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也好 再见